公投意见发表会第四场反莱猪案打头证 正反双方都派出医师来较劲 正方是他精神科医师舒伟硕 拿研究数据来佐证莱猪不好 而反方则是他台大独理学研究所教授 欧盟中国都相对的反对 可是呢109个国家没有一个推翻了 当初Codex定下的参与率标准 我们呢甚至是更严格的 邦蔡政府背书甚至还举了这个例子 当年苏东坡被贬义到南方 要不是他爱吃东坡肉 恐怕我们今天会流传到现在吗 可是你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 东坡肉这么肥这么油 里面呢含有多少的动物性的脂肪 这样子的话下次东坡肉是不是要标示 他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为什么不党来牛 因为来牛当年是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通通同意的 而当年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也通通同意 萊猪要反对进口 国民党还坚守着当年反萊猪的立场 而民进党改变了 所以只有用公投才能够矫正 正方苏伟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反方江志刚则认为 不能只谈有毒也得看伎量 两医师公投钱先开战 TVBS新闻林一节 留一句谈一轮SNG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